台湾喉豆本土个案不断增加 高雄累计至今已经出现4例本土确诊病例 喉豆一旦发病全身可能出现大量疲诊 同时伴随发烧肌肉酸痛 淋发现肿大等其他症状 且即使痊愈后人就可能会有后遗症 一般我们免疫力正常的一个民众来讲 大部分他的结痂脱落之后 那这些的一个皮肤的症状的 留疤的部分应该是可以慢慢的痊愈 那除非是说一些免疫力低下 本身免疫状况就比较差的病患 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病患 那这时候他的复原状况可能就会比较慢一些 喉豆的传染途径主要是透过亲密接触传播 或长时间同处密闭环境下导致飞沫传染 以目前本土确诊个案来看 大多是因为亲密接触感染 在疫调上相对困难 因为这大部分是以性接触性行为 或亲密接触为主 这部分在疫调的时候 一般民众来讲 可能在这部分的话会有一些省略 或者是比较不愿意透露的方式 目前高雄共有七家医院提供 喉豆疫苗接种服务 不过医师也提醒 接种疫苗后仍旧有一定的感染风险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施打一剂的保护力的话大约是四成 那施打两剂的话大约是可以到八成 那不过目前施打两剂的目前的规划 只有在于说 在接触后 却接触确诊的个案之后 那经过疫调这些高风险人员 在事后我们做两剂的这个施打 随着疫情趋缓 国境解封出国旅游潮跟着爆发 不过喉豆可能借由体液接触传播 且病毒会留存在物品表面大约24小时 医师也呼吁民众入住旅馆 记得要做好防范措施 以免病毒找上门 像现在比较有一些廉价的部分 或大家假日去出游的部分 如果在盥洗的方面来讲 盥洗用品都希望是自己的细带 那如果真的忘记细带或是不方便的话 也希望就是能够选择一下 就是安全或者是说旅馆方面 是符合政府规范的 比较高标准的一些这些来去做选择 圈泰本土猴豆确诊素激增 提醒民众落实自我风险评估 倘若为高风险对象 务必要尽速接种疫苗 并减少暴露风险 保护自己也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大 记者黄冠维 苏宇文高雄报道 请准备